观众朋友晚上好 我是嘉炫 欢迎收看6月23号的百隔大事迹 新闻开始带您关注有关于IS消息 全球多个国家接连遭到恐怖袭击的威胁 而大马也无法倖免 现在就先让我们来看这一段影片 这一名恐怖分子是来自森美兰州的阿布艾 曾经是大马圣战组织的成员 在2014年加入了叙利亚的IS 他除了动言会对5级阿曼警察总部发动袭击 他也不断地呼吁大马穆斯林要效忠IS 全国政治部反恐组助理总监阿玉汉 也证实了这个视频 他补充 近日我国警方接到的情报显示 极端恐怖组织哈利法国IS支持者 可能会在这6个月里面 对大马发动毒狼式的袭击 根据内政部长针对2013年至2016年4月 所提出的 在警察扣留所死亡的案件总共有50宗 当中只有一宗的死因是被警察致伤 对于这个数据 捍卫自由律师团执行董事 埃利鲍尔森就表示质疑 他认为这个数据肯定有问题 因为以警察有关联的 著名扣留所死亡案就至少有三宗 但为何这里只提及一宗 他也质问道 为何50宗的案件只有31宗是经过调查的 其余的19宗完全没有调查吗 此外 埃利鲍尔森也说 在50宗的死亡案件中 就有40宗的案件是被归类为其他疾病得死亡 他说这是非常骇人听闻的数据 为什么当局没有安排被扣者及时接受治疗 当局的标准作业程序究竟在哪里 所以埃利鲍尔森就提醒当局 针对被扣者的死因应该要强制验尸查明死因 最后带您关注有关于反贪会的消息 虽然反贪会主席阿布卡辛的任期 在2018年的12月4号才会届满 但他早已经想要辞去这个职位 直到今天 政府首席秘书阿里寒沙发文稿说 元首已经批准阿布卡辛的离职 并且在今年的8月1号生效 至于是否面对任何的压力才会选择离职 阿布卡辛是这么回答的 在阿布卡辛离职以后 反贪会副主席苏克里也将会在今年的10月退休 到时候反贪会势必会进行大洗牌 谁会接任龙头的位置 至今都没有正式说明 而除了两个重要的职位 反贪会属下五个独立单位 而其中的三个单位成员 至今依然是悬空的 那就是行动检讨小组 访贪与咨询小组和反贪会特委会 此外苏克利就坦承 确实有一些外力一直不断的干预 反贪会的调查工作 不过他强调 反贪会不会因为这些事情 停止调查某个案件 无论如何 苏克里并没有透露 到底是谁或者是什么单位 干预了反贪会的调查工作 新闻到此 谢谢收看 祝您晚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